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來 我們今天邀請大家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餐酒館的老闆林洪偉 張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這個道士曹玉琦 張大哥早 大家好 我是曹玉琦 另外邀請到的是眼科醫師 黃宥嘉 黃醫師 張大哥好 大家好 還有兩性作家Cencia 大家好 我是清西亞 生活玩家錢逸 大家好 張大哥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女生有時候很搞笑嗎 應該是啦 真的嗎 有時候很搞笑 多數時候都不好惹 這個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有一個新聞 她是中國說有個女生 她寫了很長的分手簡訊給男朋友 沒有想到竟然引發了一連串的討論 其實這個討論很有意思 其實臺灣也很值得討論 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請先來跟大家說 這一位女孩子其實跟她男朋友交往大概四年 四年中間其實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時間 其實你知道在現在數十經濟 數十愛情的年代當中 你要跟一個人要談四年戀愛 其實我認為不太容易 對 那在交往期間當中 因為這個女孩子 她的家人一直會認為說 其實以我們家經濟實力來講 是比你男朋友好蠻多的 所以其實就有跟他 可能老爸就有跟女兒在講說 其實也許我們應該門當戶對 找到更好的 雖然說你們現在已經感情走了四年了 可是你可能還要再想一想 後來這個女兒走私幼想就想說 好吧 不過這個男人 畢竟也陪了我四年了 情深益重 對不對 那我要跟他分手的話 當面講也是蠻尷尬 我很害怕傷害到他的玻璃心 所以說他就想說 那我們就用簡訊這件事情 用簡訊的方式要跟他提分手 然後就非常的 也是情深益重 洋洋灑灑的 寫了近三百個字 那他內心 這個一傳送出去那個按鈕 一按下的時候 內心就開始會有很多的幻想 就想說四年了 我的男友應該也叫做前男友了 他應該會 應該也是會難捨難分 捨不得我就是放手了這一段吧 這樣子 可是沒有想到 他在胡思亂想的當中呢 他得到他的回音 男人就跟他講說 同意 也就是同意 批准正允許 你跟我分手 讓這個女生感到非常崩潰 因為他會認為說 四年的感情啊 難道我給你三百多個字的這個分手 你總是應該挽留我一下 或者是說些什麼嘛 沒有 男生就給他兩個字同意 然後這女生感到非常崩潰 他可能是有期待 至少男生也依依不捨 對不對 或者挽留 沒有想到他竟然只有兩個字 叫同意 那我想先請教一下潛意 你作為男生 如果是女生這樣的話 你會怎麼樣 他其實我以前也有遇過 就是寫的那個落落等 寫了很多 從交往到中間 到後面 到你的什麼缺點 優缺點都寫了很多 什麼未來什麼東西 女生要跟你分手 對對對 其實他真心 其實後來想想是 不是要跟你分手 他就是一退為進 要讓人關心他 不然就要分手了 我東西就沒買 落落等這麼多 我好像寫那個評論 那個那個有沒有 那個解稿一樣 後來因為早期 我的這個分手技巧 還沒有這麼好 分手技巧 我那時候就會跟這個男生 一樣傻傻的 就回個說 你說的對 你說的對 然後那女生說 然後咧 說那我們就照你寫 這樣子去做 整個都大粒狂 在卡電話來 臭丟六丟這樣子 對 他說你沒有覺得 你很過分嗎 我就去那邊想說 你不是要分手嗎 不是達成你的目的了嗎 對啊 可是女生實際上就是要 不斷的要跟你講這些東西 要讓你悔改 好 那這個女生 徐小姐是你的前女友 那現在寫了這個 長的簡訊給你 要分手 那你怎麼回 沒有 現在 現在 如果是現在的話 其實我會回很多 對 逐條的去回 對 就是說反正 他看他寫什麼東西 什麼要挽留說 但是一個阻止 就是我不夠好 就是我配不上你的高雅 配不上你的等級 我已經努力過了 然後給他一個下台階 這徐小姐可能則不是想分手 是因為他的父母認為 男生家裡面條件不好 對 就是這個中國 其實真的是很在乎外在 是 特別是物質條件 對 要有車 有房 男生最好是國立大學 有好的工作這樣 愛情對他們來講 因為他們信奉唯物論 是 所以精神上的東西 對他們來講 真的 這個我有一點體悟 我在這個亞洲圈 就是基本上你走過一輪 我敢憑我的這個良心講 在臺灣的女孩子 真的是唯一跟你講愛情的 真的 就是當然其他國家也是會有 可是臺灣的比例真的是超級高 你看像我在不管是大陸 或者香港 其實日本這些地方 我們也有朋友 我們也有去闖蕩過 那回來之後發現說 臺灣的女孩子真的是最棒 那男生呢 男生 男生就 男生一般的這個會比較 就是統稱會比較溫柔 他們都外國女生說 男生很溫柔 那一方面一提兩面 他會覺得不夠man 不夠man 對 那其他的國家會比較man一點 可是臺灣男生就是結婚之後 會越來越好 就聽老婆的什麼之類的 那其他國家的其實未必 尤其是你嫁給外國人的溫柔 就是他們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那我剛剛的問題就是說 女方的父母認為 這個男方條件不好 所以你這個徐姓的女生說 那我們分手吧 對 那你會怎麼回 其實也有時候真的 如果是我是在大陸 遇到這種事情 這真的也沒辦法 因為家長 因為而且女兒會聽家長的 這樣子會聽家長 因為我自己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我的一個遠房親戚的一個妹妹 他要結婚 那結婚 那那時候我們都是共襄盛舉 但是他們在討論的之間 那個那個時候 上海叫做丈母娘經濟 就所有的東西都是由丈母娘去談 兩邊做好 做好之後就跟你談 你有沒有房子 幾棟 有沒有要買 要買 是吧 那登記誰的名字 然後家是誰做 包括誰洗碗 你洗碗 有沒有買洗碗機 他們這個會寫得很清楚 講這麼明 對 會寫得很明 然後就是把它寫好 那像女方的部分 如果你是 你是通常最後的一個關鍵點 會在什麼地方 通常那個時候 現在可能也有 但是當時候很流行 把丈母娘的名字加進去 那南方通常會不同意 那不同意之後 你說買房子的時候 丈母娘的名字放進去 那時候叫做丈母娘經濟 那時候上海在N年前的時候 那個時候經濟發展 很多的房賣的超級好 就是因為結婚都要買一套房 那要幾坪米的都要先講 那為什麼要放丈母娘名字呢 因為他會覺得說 我的女兒是嫁過去的 那萬一你怎麼了 我沒有任何的寶藏 那我女兒只是 那放女兒的名字 他會放女兒的名字 但是也要放丈母娘的名字 他說多一個寶藏 就是要多一個寶藏 對 其實很多 那時候很多就是要放 丈母娘的名字 如果你不肯就不要結 那我們在臺灣 你會發現說 那個女生一定會 不要 我要嫁給他 或什麼之類 對不對 不 我跟你說 在大陸那邊 其實很多會聽父母的 臺灣是這樣 對女兒的感情越擋 他越要結 對 沒有房子 沒有車子沒關係 應該是說 他們的這個觀念 就是你沒車沒房什麼的 你本來父母講的也對 對不對 你會怎麼養我 什麼之類的 會比較 現實面會比較多一些 臺灣的女孩子是愛情面 會比較多一些 這是我們體悟到 你不管是香港女孩子 其實蠻多的 不是全部 但是就是比例的問題 這位看官你笑什麼 我覺得我很有感 我想說我們就是男生 到底是做到什麼樣壞的程度 讓女生跟帳母娘 這麼沒有安全感 要尋求保障 所以很顯然就是長期 以往的歷史上的婚姻的經歷 讓女生對於要跨進去 覺得千難萬難 所以才會提出要保障 如果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踏進去很愉快 我需要對方提出什麼保障給我呢 好像不一定 男生也沒什麼保障 大家一起打拚啊 對啊 可是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有男生是有房 有車的 那個就不叫做一起打拚 是他本來就有的 那叫做保障 一個保障 就對女方來講是一個保障 所以但是而且這個東西 不是男生如果沒有房子呢 沒有房子 像我們結婚的時候 不就都沒房子嗎 然後再一起打拚 然後再買房子 現在的觀念很少 有什麼一起打拚的 你要結婚 你就是要有車有房 還有存款多少錢 講出來 在中國吧 臺灣沒有 對 臺灣沒有 但是我女孩子嫁過去 我才有一個保障 我才有保障 不然什麼都沒有 你說不要了 我不是 那沒有車沒有房的 就不要結婚了 對啊 很多是這樣 在大陸 那邊 就是在中國 沒有車沒有房的男性 非常有可能被這樣子 自然淘汰掉 自然淘汰 因為他的社會就教他說 要淘汰這一區男生 可是我們在臺灣 我們的社會是要不要淘汰 這些男生 甚至要保護這些男生 所以我們來教女生 AA制 男生沒房沒車 沒關係 女生你幫忙出一半 不就有錢 有房有車了 所以這是兩邊 兩邊很大的差異 那我覺得臺灣的女生 比起中國 或是其他國家的女生 更容易付出 更容易相信愛情 還是源自於就是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你是被粉紅泡泡喂揚 我自己的話 那就是我坦誠 被粉紅泡泡喂揚 等一下繼續說 好不好 好 來 先休息休息 好 靠 好 真的是很難想像 就是說兩邊因為制度的不同 所以產生的價值跟觀念差異 這麼大 這麼現實 黃醫師剛剛在補充 因為我有反思 是因為只要我一上 哇哇這個節目 下面一定有留言 只要是討論到婚姻 討論到前夫 因為前夫比我們家有錢 那所以下面一定會有 這樣子的一個聲音的留言 是說你當初就是看人家有錢 所以要加 然後所以你現在這個苦果 你就要自己承受 可是我其實我看到這個 你都把流言看完了 我都會看喔 那麼多時間 還會回他 沒有啊 時間是自己分配的不是嗎 我就是做事有效率 不是 可是這個這樣子的 那針對你的流言多嗎 有一些啦 有一些 那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讓我有一個很大的反思 就是說因為我自認 當初就不是看到 他們家有錢的嘛 要知道是追我的人 都蠻多有錢的 不是只有這一位 那現在問題是這樣 然後第二個是 我後來就想說 有時候我就跟我的同學討論 他就說佑嘉 你真的不是貪財 所以要去嫁這個前夫 他說你當初真的是太天真 也不是看他帥 就是太天真 因為對方即使要結婚 因為因為就是太天真 然後我們的教育 就是一直讀書 沒有出來社會打滾 沒有像前夷這樣打滾 我如果像前夷這樣打滾 我今天沒有這個這些問題 前夷現在是滾到都不會受傷 還跟他滾回來 滾來滾去 所以我們臺灣社會 其實也不像中國女性那樣子 我們臺灣社會的女生 可能相對跟他們以前比起來 我們的經濟更好 更被保護 所以我們可能很大的時間 是在讀書 然後是在那種溫暖的 語意之下 那結果的話 我們看我們是被什麼餵養 我們是被窮瑤小說餵養 你就算不看窮瑤小說 你也是去看言情小說 臺灣女生很流行看那些霸總 總裁的言情小說 可是這些小說的粉紅泡泡 餵養你是什麼呢 你突然覺得那些高富帥的 好像都是個性好 品性好 因為他們的小說裡面 只要有錢有事高富帥的 就是品性好 你會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人 如果一個有錢的跟一個沒有錢的人 站出來 你幾乎不會去懷疑那個有錢的人 有可能是品性不好的 你會覺得沒錢的人 比較好像會 會去偷盜還是怎樣 這個是一種社會的偏見 然後我們 我們沒有體察 所以當我真的遇到一個 就是說我以為他條件好的時候 我會自動的連結說 他品性好 那是真的 做好事的都是塗狗被 好 雞鳴狗到狗被 那你真的就是要去結婚之後 你要受到一些挑戰 然後另外來講 就是我們臺灣的社會就是我覺得也很吊詭的是 對啊 你看其實你應該要促進他去努力 就是去工作 或者是去努力賺錢 買房子 買車的 可是這些男生 我們 我們的社會比較特別 我們不敢大聲要求 可是我們很敢要求女生 我們會說女生 你現在不是受教育 你怎麼不工作 你怎麼不多賺錢 你賺的錢 為什麼沒有拿出來幫男生 買車買房 所以我們女生受到了雙重的壓力 就是第一個粉紅泡泡 第二個怎麼搞的 我好像應該表現獨立自主 還要被AA制 還要被AA制 然後可是事實上我就會覺得 如果是有錢 有能力的女生 就是有受教 有錢 有能力的女生 怎麼會不拋棄那些沒有能力的男生 可是這種話呢 講出來一定會被罵 就是馬上下面會留言黃醫師自從離婚以後 都是厭女的 厭男的發表的言論 可是不是我覺得無關厭男厭女 就是你要生存 你就要去適應 那些言論影響你心情嗎 沒有 但是會讓我思考 就是說你們為什麼會說出這樣的言論 可是事實上我們的背景是這樣長大的 然後我 你已經解釋那麼多次 為什麼他們都沒有聽進去 對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會希望別人付出的人 永遠不會想到自己要做什麼 所以他會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宏偉 是 來 同樣 這個女生寫了這個這樣的信給你 你要怎麼回 其實我剛好角色 剛好顛倒 我通常都是寫分手戲 寫漏漏等 幹嘛自覺本目 我老實說是你寫信 我寫 對 要分手的信 漏漏等 那我後來我發現 就是有時候夜藍人鏡發現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的忍耐的那空間 彈性非常的大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 夜藍人鏡的時候 會思考說 我對他付出成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得到回報 或是情感卻是一直被糟蹋 或是受傷這樣 那所以我常常就會寫的 可能我搞不好不寫三百多 可能寫五六百個字以上 然後而且會一直在檢查 他錯別字 排版 然後內容 你在交稿 老實說 我說真的 其實有時候我們寫這樣子的內容 其實是寫給自己看的 寫給自己看 我們會去檢視 就是說我們把我們之前交往過 我對你好的地方 然後我哪邊做得不夠好 我會自己反思 然後我也會告訴你說 我為什麼想要寫這個分手信 有一個目的就是說 我將來我在想要回頭的時候 我會看看我當初寫這個分手信的時候 我會下定決心 所以我裡面的用字潛詞 我也很斟酌 對 我真的有時候為了寫這分手信 我可能會花一個小時 我就算再怎麼醉 我會看好 我就決定要這樣子發 再以不傷害人前提為前提 然後我又可以覺得說 我真的表達我想要的東西 為什麼還要再以不傷害人為前提 因為我一直認為覺得說感情 就是好來好去 那當我寫這東西 就代表下定決心 對 我會把我經歷過 我所有內心曾經 我覺得很不舒服的地方 我曾經沒有表達過的一些想法 那最後那女生是怎麼回的 他說 嗯 他說你什麼都好 那你就是太囉嗦了 真的好 真的就這樣回 然後說 嗯 如果你既然都已經下定決心 那我們就分手吧 所以我後來 人家回給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 中國這個還寫同意 我覺得好像那個筆畫太多 真的喔 就寫ok 要比個讚 那我老實說 我後來看到這樣子很簡短的 我們現在花了七八百個字 你只要可能回個兩三句 我自己後來有一個結論 就是說當你的付出都是你自己想要的東西的時候 可是你的這些付出都是沒有意義的 一文不值 老實說都不是他要的 那就是一文不值 對 對 那我們何必去花那麼多心思去針對一些一文不值回饋上面 那你讓他嫌你囉嗦的時候 是 你的心情是什麼 我其實我知道我自己蠻囉嗦的啦 但但有時候囉嗦 你會看看你的表象的意義是什麼 我囉嗦是在於你的 跟我之間相處 或許有些東西你不願意去改變 不願意去調整 那在我們之間的生活一定會產生一些摩擦的時候 我就會可能會 我會認為好聽是不厭其煩 對他來講他承受很大的壓力 那你會期待他寫什麼東西給你 讓你心情好過嗎 當然我們每次在發出送出去那時候 我們都會希望說他可能會檢討自己 然後可能會覺得說 其實我對你真的是也很付出感情 我誤會了 我根本沒那個意思 你會再給我一次機會 其實都沒有啦 要不要趕快過來我家 事情不是太傻人 想那樣感到 你聽起來真的是還蠻囉嗦 如果是那女人 我就受不了 說你不要再傳來了 拜託 我剛剛騷擾 對對對 其實我感情上面唯一 而不是說唯一真的做得不好 就是我在男孩子應該要大氣 該放下就要放下 而不是這樣婆婆媽媽 我太婆婆媽媽了 現在還會婆婆媽媽 我必然說多少會啦 因為本性來疑 他有在調整 有在調整 對 那這個玉琦 如果你是這個男生 你會怎麼回 其實我覺得我分析這個女生 她的一個 就是她寫那麼多字 我覺得女生其實應該是比較 情緒性的 她如果真的要分手的話 她就不會跟你講那麼多了 然後她整理了這麼多 很多思緒放在這個文字裡面 我覺得她就是沒有要跟你分手 她只是要跟你開戰場而已 開戰場 對 就是她這個文章是一個戰場 你如果笨笨地加入到裡面 你就會被女生 就是 你就一來一往 一來一往 對 對 跑不完 然後通常所以你看到這個東西 她又不要分手 然後又要跟你打戰 對 她只是可能需要得到你的一些服衛 就言語上的 或是一些你的體諒或是認同 對 我覺得她打那麼多字 女生讓我感覺 那你覺得男生怎麼回會啟發這個戰場 男生最好就是不要加入這個戰場 就是不要回 對 對 就是不要回 對 連同意都不要寫 我覺得不要 就暫時 就是把這件事情先冷靜 對 這樣女生會更發瘋 會喔 對啊 她會追到你家去 已經寫這麼多 你還不理我 這種 以讀不回 對 可是我們現在 如果黃醫師是會挖出你的眼睛 有時候我們回很多給女生 是避免我們的人生安全 我後來的顧慮都是這樣 避免她做傻事 避免她想 你要 我跟你講分手是一個藝術 你要平靜地分手 你就是要適應她的固調 OK 所以你那個回應 都只是為了保護你自己 對 對 對 跟大家好去好散 這樣我全副都沒回啊 對啊 好 那沒有回你啊 等一下是我後來先休息一下 是 黃醫師有寫什麼信給前夫嗎 不然你怎麼說他都沒回 當然啊 就是說剛剛講男生女生 大家會第一個印象以為 覺得寫很多字的人很囉嗦 對 甚至就是說 洪偉還自稱說 這太 自己太婆婆媽媽 可是事實上像我是一個 完全不囉嗦的人 因為我本身射手座 我的粉專 很少一篇文章超過五行 只要網友留言超過五行 我都給他刪除 我覺得這個叫做浪費時間 沒錯 我就是這樣個性的人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所以我們剛剛去反思說 這個女生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 寫這麼多字 他是三百字四百字去回應說 他要結束這段感情 我就想到說 我那個時候要結束感情 就是離婚的時候 我確實也寫了一封信給前夫 然後寫說就是 真的就很像是說系數 就是我們這個婚姻當中 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好像舉了六點 為什麼需要離 為什麼需要離 好像是六點還是七點 然後最後還寫得很大氣 祝福他以後 找到更好的女生之類的 我覺得這樣的信我看了之後 那我現在想起來就是說 我覺得這對這段婚姻當 對不起 可不可以問 那那個信有多長 幾字 他大約多少字 大約多少字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 幾張信子 比我寫那個新俠的書的序 還要多字 那我如果寫新俠的書的序 已經坐在那邊一個小時叫媽了 我寫 我寫這封信 我自己覺得就是說是交代 然後也讓他知道 然後是不卑不亢的 然後我是要離開 但我們有一個很重大的 就是剛剛前一講的前提 就是會寫這麼多字 都是希望好聚好散 讓你理解 試圖用文字來理解 可是我得到的待遇也是一樣 我根本沒有收到任何的回信 然後是之後呢 因為他還告我 我還得調出這個信 說我們那時候就已經講 這樣的事情了 你才說我沒跟你講 什麼點點之類的 對 所以其實 所以沒有回 讓你更憤怒 沒有回 讓我們知道就是說 這個婚是一定要理的嘛 對吧 就是說他確實就是已經 就是不會對你任何的反應 而有所回應 不在乎 你的感受 不在乎 那當然是一定要理的 因為女生會寫這些信的時候 其實他背後可能也有個意願 就是說我看他怎麼回 他會不會打動我 倒不是說一定不理 或怎麼樣 可是非常有可能想要看到回應 我如果不想看到回應 我就不要寫這麼多字 因為我就不想看到網友回應 我就給他封鎖 其實我覺得他如果寫很多字 那個言語之中的用詞 每個人的解讀不一樣 會造成很大的誤會 所以我都建議男生 如果你收到那麼多字 你不曉得怎麼回 或你不知道回 你直接找那個女的會比較快 你直接去找他 直接找他 你不要在那邊回來回去 我看男生有說 不要再寫信 文筆很差 因為到最後變成罵來罵去 所以直接去找那個女的最快 然後帶他去一些海邊 然後看一些無關緊要的東西 說你看那座山 你有看到嗎 那看他 聽他講什麼 說你看那個海 好平靜 慢慢就是化解他 就把那股衝動化解掉 之後再提出來 再你想要怎麼樣 去海他就一直走向海了 那沒關係 那就是說你真的這麼決定嗎 我覺得回來回去 男生通常會造成更大的誤會 所以就盡量不要回那麼多的字 會比較安全一點 是是是 OK 因為我覺得文字 有時候各方解讀不同 對啊 沒錯 沒錯 是 那欣賞請教你 剛剛說這個 他也許女生其實沒有要斷 沒有分手 要其實期待你這個 挽留 挽留 是這樣嗎 其實這個件事情 我也反省到我自己 其實女生除了這個行動之外 你知道男生在座 在座男生包括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說現在 如果說你是已婚的 或是你在這個關係當中 請看看像你旁邊的這個老婆 或是老伴 當這個老婆或老伴 有一天跟你在吵架 然後就說 我跟你講不下去了 我要離家出走 因為這是這一招尾孩 很少像你用這樣子 對啊 我要離家出走 我要離家出走 這樣子 沒有 Anyway 他就開始翻箱到櫃找這個行李箱 其實各位那個同學 那男生們千萬不要說 好 你走或是來 幫你把門打開 我就讓你走 真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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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是 馬上去隔壁老王家 對 就是錢他都非常知道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女生當 就是無論是分手也好 或者是他說 我要離家出 我要離開你也好 他這個動作當中 其實他是會希望說 你至少來表示一下 是說你不要這樣 你可以不用同意他說 好 那我們就分或不分 可是你可以是說 你先不要這樣 我們就是冷靜下來 好好談 因為你會一個印象會 他會收超久 奇怪 我睫毛膏怎麼找不到 沒錯 我手出那個帽子 吹風機忘了拿 內褲帶兩條 對啊 就是 不是 這就是我 就整個行李箱在下面 扣去 你不是要出去 你衣服已經整理兩個小時 沒有 我先敷個臉 就在幫你收 我幫你整理 對 然後我老婆在旁邊看 這個時候我跟你講 我內心也會急 我也會有內心戲 就想說 我已經收到了這個 內衣內褲都收好 現在要折我的外衣囉 到底什麼時候要來拉我 你說 拉鍊卡住了啦 氣死人 所以那時候我老公 所以這是我老公 因為畢竟結婚二十年 他就會有個默契 他就說好啦 你不要這樣 對 然後就默默幫我 把行李箱就蓋起來 然後會拉走的時候說 不要這樣啦 就是其實這個事情 沒什麼大不了 然後他會告訴你說 你這樣子在外面 你到處去拿一個人在外面 拖個行李箱很危險 他講到這種話 因為我的怒氣就會比較平靜 就會覺得說 你至少還可以擔心我的安危 可是那你台階怎麼下你 剛弄成那麼大家 所以其實我跟你講 所以你知道這一齣戲 因為當初在結婚的時候 確實就是也是沒有排練過 他就真的眼睜睜看到我 就是就這樣啪啪啪收 那我就想說已經要收很慢 可是沒辦法 他就是就這樣子插著手 對 太知道你的招數了 看你想 你要怎麼演 看你要怎麼樣 然後我就這樣默默的 就這樣拖著我的這個 就是浪跡天涯的小行李箱 然後接下來 女生沒有台階下對不對 他就會開始把矛頭 又會開始折罵男生說 現在外面都幾點 十二點 我一個女生在LA這個區 一個人拖著行李箱 然後開著車 你不覺得你會擔心 我會發生什麼安危嗎 你是不是人啊你 然後那男生就會開始想說 好像也是 對 所以你還要再點破他說 我都已經在一個人在外面 你難道會擔心 你都不會擔心我的安危嗎 他就會就是自止你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就是上演了好幾遍 可是真的是沒有讓我說 不是 我意思是說 當你在收拾衣服 然後老公來跟你說 好啦 不要這樣 外面都那麼晚了這樣 那這個時候 你剛剛把那個氣氛弄得那麼僵 那現在人家已經低聲下去 那你要怎麼 那我就會又把戰場會開到 剛才在吵架的那個話題上面 我就會說那你幹嘛 你剛才你幹嘛那樣子說 那你還不放人家 對 我就說那你幹嘛 你要這樣講嘛 然後我就說 好 然後接下來我就說 其實我也真的 因為這個家裡面 對我來講也很重要 我也不是真的非常想要離開 這個家 然後就開始 我也開始掉個眼淚 然後哭就說其實我也就覺得 然後男生就會說 好了好了 他可能就會來拍 你看對不對 這個劇情是對的嘛 一定要哭啦 你哭不出來你也趴著 就是互相給一個下台階 不然男生也沒有辦法 就是把這齣戲演完了 對 然後大家就開始就是拍拍你 然後就坐在沙發上 然後你就哭 我跟你講 那我們男生如果趴在桌上假哭 那你會不會拍拍我們 你就哭屁啊 男生不要亂哭啦 對啦 男生不行了 哭哭 我還想先哭 我們是不是負債了 他問你 OK 那作為女生 這個徐小姐這樣寫了信 那男生怎麼回 女生會比較好受 其實我覺得 女生會怎麼期待 他回 其實我認為 其實因為你知道 畢竟一段感情下來 我自己也是一個 畢竟是作家嘛 對不對 我也是常常也是會打一些 簡訊給我老公 他老公還是外國人 他還為了我要去學 那個中文的閱讀 那其實呢 我有發現到 他非常聊 他就說 我現在在忙 我等一下回 這是第一個動作 因為女生一定會肯定期待你 因為現在就是那個軟體 都非常的這個發達 就是他就知道你已經讀了 在讀的時候 那個秒數 馬表就開始跑了 我看要等你等多久 那如果等你等了三小時 結果你後來回了大概十個字 我們也會生氣 因為會覺得說三小時 那你到底在幹什麼 你都沒有再好好想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男生可能就是 你可能就會跟 針對他的內容 可能就像洪瑋 就是針對他的內容 然後就跟他講一些說 我其實其實其實還是非常重視 這份感情 那我也會捨不得 我覺得女生真的要分手 或是在這個時候 他最想要聽到 就是我也會不捨 對 對 可是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好 那洪瑋這邊 有一個是D卡上面的案例 是 那可是女朋友為了測驗男朋友 那怎麼測驗 那有一個女網友 他在論壇上面 自稱自己是調皮系女友 那不是調皮系 因為我覺得他的動作 就與我來講的話 我不是那麼認同 他說他曾經在網路上 看到一個測試男友 到底愛不愛他的方式 那這方式是怎麼樣呢 他說你必須在很安靜的環境 你錄一個一分鐘的一個錄音 那前面五十九秒 你要完全不能出半點聲音 然後也因為你也知道 就是周遭的環境 有時候太吵雜 他為了前面五十九秒 完全沒有聲音 錄了很多次失敗 他就跑去廁所錄 好不容易錄完之後 就是最後一句話 一定要等他說 我愛你 他就是要測試這個男生 到底有沒有用心 從第一秒開始忍受 五十九秒的空白 然後聽到最後一秒 幸好他的男朋友算四項 他有把他聽完最後一秒鐘 他有回答說 baby怎麼前面那麼久都沒有講話呢 那我也愛你 然後他這樣子的 在dcard上面的論述 其實得到網友很大的兩極的反應 對 我可不可以這樣示範就是說 這女生留言就是親愛的 我今天好忙好忙 今天坐車回家的時候好塞喔 講了一分鐘 是 然後呢 這個後來就五十九秒的空白 是 那最後在我愛你 是 然後男生全部把他聽完 對 是這樣的意思 他是前面完全一分鐘 前面五十九完全沒有聲音 他完全沒有聲音 沒有 他沒有講話 沒有講任何半句話 他就在最後第六十秒說 我愛你 就這樣子 測試這個男生到底有沒有認真 有耐心的聽完前面五十九秒的空白 好 這個來賓怎麼反應 我們等一下來請教 來休息一下 情依你的女朋友是這麼調皮 那五十九秒你會把他聽完嗎 要看階段 如果剛在一起一定會聽完 一定會 如果在一起很久 你說你是電話拍他 電話拍他要修理嗎 要換一隻嗎 如果是剛剛開始的這個階段 就要分階段嘛 你會不一樣 剛開始一定會把他聽完 然後跟他回他一下 雖然沒有說話 我也感覺到愛的氣息 我突然覺得神經氣爽 好棒 之類的 就回一些 就回他啦 開心就好了 是 是 是 太久了 就說你電話是不是 你電信公司要打碗嗎 太久會閃嗎 不是閃 就是對啦 也是等我閃 好 那這個玉琦 你說女生很愛測試人 那太太就會測試你是不是 會 就像比如說 他就會po一些 現在都會那個 像我們玩IG有沒有 去哪裡看那什麼美食啊 什麼的 然後就一直投地給你 一直投地給你 他說北海道 現在下雪了 有四集 就傳給你 對 他不是無緣無故要傳的 他其實他就是希望 你帶他去 對 是 所以我覺得女生他 那你怎麼回這些 他傳這些事情 回他經濟大蕭條 沒有 我做了最笨的方式 就是解決的方式 我都沒回他耶 對啊 這最糟糕了 很糟糕 很糟糕耶 不因應看慮 沒有 不過 不過我同那個 情侶大哥講的 就是我覺得 跟女生溝通 其實有時候在訊息上面 一來一往 就是會很麻煩 就是通常如果他需要什麼 或是我感覺到他要什麼 我會直接就開門去找他 說你要幹嘛 對 你要去北海道嗎 什麼 訂機票 我會這樣處 對啊 是 那你們說去露營 發生什麼事 我們就 我剛剛跟那個新西亞 很類似的 就今年的聖誕假期 然後好不容易就工作 一個空檔 2023 對 就是 然後就要去 我們去那個南投 就是日月潭附近 一個露營的營地 然後它是有星空障 星空障是我們也要是帳篷 然後它那個是星空障 它是半透明的 就是你躺在那邊 是可以看到星光的 對 然後那個 我細節我已經有點忘記 但我記得那還滿貴的 對 好 然後我們就去了 就很高興 要去就是過那個聖誕假期 結果到了之後 就突然不曉得幹嘛 老婆就有一點不大推進 對 就我們在烤肉 因為錄影都可以烤肉 然後就隔壁的營 就是營帳 有三四個女人很吵 他們就可能 三四個那個姐妹 出來玩 然後再烤肉就很吵 然後我老婆突然就講一句 她說 你看這就跟你前女友一樣 那很討厭 對 莫名其妙的 我想說 真的出來玩 怎麼會講到我前女友這樣子 對 然後我說 那我就選擇沉默不講話 對 然後後來 就我的手機就開始在響 因為我的有那個 就是工作上面 有男雜症的女生 就是在問我事情 然後她傳訊給我 但是我感覺到老婆 有一點不友善 不友善 她有點不友善 因為女生的不友善是 有時候我覺得可能 就是心血來潮的 對 然後我就看到 那個不友善是怎麼表現 就是 莫名其妙的就 就會 聲音就差了 對 比較酸的話 講那種很酸的話 就比如說 就像我剛剛講的 比如說 那跟你前女友好像 然後不然就講說 挑釁你 對 不然就講說 你前女友比較好啦 這樣子就是 有時候會講這些奇怪怪的 那你就要知道說 其實那時候老婆心情 就不是很好 對 對 然後後來就 風雨要來了 風雨真的要來了 好可怕 現在想到我都 很酸胖胖 對 壓力好大 然後後來就 我開始要想說 我要不要回這個女生的訊息 但後來我沒有回 因為我覺得 在這個節骨眼下 我如果再讓我老婆看到 我再回其他女生的訊息 那不OK 我一定死的 對 可是不是工作上的嗎 工作上的 是那個女生在問我工作上的 所以她有遇到一些問題 然後就把她刪掉 對 後來刪掉之後 那女生又再傳來 然後我老婆就看到 我正要回那個女生訊息 但是前面是空白的 我老婆抓狂 生氣了 對 她說你為什麼要刪除 對 為什麼刪除 對 你是不是跟她有一腿 對 糟糕糟糕 對 我想說奇怪 明明就我們沒有怎樣 光明磊論為什麼要刪除 對 她說你明明 就沒有什麼事情 是為什麼你要搞到 有事情這樣子 對 就開始大抓狂了 洪醫師 你已經找到角色了 對啊 她刪掉很可疑 對啊 不過當下其實我只是覺得說 在那個氛圍 讓老婆看到那些訊息 是不好的 因為我們工作上本來就常常會 接觸到很多異性 對 對 那在當下我覺得不好 我就把它刪除 那後來老婆就開始大抓狂了 大抓狂就 就怎麼安撫都安撫不好 然後就像您剛剛說的 就準備要收東西了 那個帳篷就是大家是五六個帳篷 全部人都聽到我們叫吵架 然後他在收東西 對 然後收一收 我就知道說 我以為他會收兩小時 他連帳篷都收起來 麻煩 幫店家一個吵架 對 我們吵架時間 應該是大概八點到九點 我們收到兩點 收很久耶 對 收到兩點 就兩點還在吵 還打掃連續的樣子 是 那還在那邊就是 那一個假期不就泡湯了嗎 對啊 對 老婆在生氣 可是我心裡也在生氣 我想說 花那麼多錢 對啊 多少錢 我記得好像一萬 一萬還是多少 一萬多塊 是 對 然後就假期就泡湯了 然後也有點生氣 但是我知道老婆要的是什麼 她可能就希望說 我們可能就安慰她 慰留她 叫她不要走 或是說說一些抱歉的話 那但是我也說不出口 因為我覺得我花那麼多錢 出來就是要收氣這樣 對 然後我就走到外面 就是帳篷外面有那個 可是道長不就是 有一個專業的嗎 啊 道見 他馬上起彈有沒有 貼一個服在他頭上 安靜的 所以你身上有附到東西 我幫你退散 定住 出去玩 忘記帶道具了 跟桃花劍拿出來戳 對 好笑喔 當然就是出去玩嘛 沒有想到帶那麼多 奇怪怪的東西 對 那就想說 用人性的方式處理吧 好吧 就走到外面 就坐在那個地方 在聽那個帳篷裡面 他在收拾這樣子 然後很大聲 故作玄虛 對 玻璃的聲音啊 還有拖床板的聲音 我想說奇怪 收東西為什麼要拖床 這樣子 對 那後來呢 他就打開門 然後看到我坐在外面 對 然後我就看到他默默 把行李就放下 然後就拿兩顆蘋果 去外面洗這樣子 我都沒事 對 然後我就說 你不是要走嗎 你還要討厭喔 好討厭的人 不給人家台階下 走出去啦 你這個昏球 對 他說沒有啊 我看到你還在外面等我 那我就想算了這樣子 對 然後 對 然後我說那你出來洗水哥 什麼意思 你沒有憤而走 他說當下如果 我跑去車上睡覺 或是我不管他 我出去外面 他可能就會憤而 就是拖著行李走這樣 對 就你不管他了 對 可是其實當下 你會思考說 女生他不可能說走就走啦 因為那個營地離真的 可能要叫到計程車 或是有車的地方 可能是一兩個小時了 又是半夜 好像他老婆是給他 一個台階下啦 那內容也不是什麼重點 對 給他一個台階啊 不然他講什麼 你不是要走嗎 馬上先揍他一下 他如果我走不了 對啊 對啊 我看那個Google Map 我要走兩個小時才有車 對 那回應是 他說你不是要走嗎 女生會接受這種狀況嗎 如果說我會拔下去 都要把他拔下去 你也把他拔下去 我真的覺得你挑釁啊 都已經做到這樣了 你還不接招 對啊 真的 但是我是覺得女生 如果真沒有要離婚 或是沒有要跟這個人分手 真的不要做出一些 就是裝神弄鬼的行為 你要走又沒走 人家就喬呼吸你 人家就喬說 這個營地兩個小時 你就是走不了 要我是真的走給他看 可是他不然女生 都沒有我這樣的魄力 所以真的會被瞧不起 來來 說到要做到 怎麼能夠這樣 因為他這種自殺式的攻擊 是一體兩面 什麼叫自殺式的攻擊 就是他太太使出的這個殺手鍵 是自殺式的攻擊 非作不活 對 因為你沒有下台階嘛 那個那個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所以這個要考慮清楚 不要隨便出大絕招 而且以後這種招數的力道會很弱 對 沒錯 沒錯 會很弱 就沒有用了 對 所以那個帳篷離 就是能叫到計程車的地方很遠 那個帳篷 他就是在日月潭旁邊 那我們知道日月潭 其實他要離到那個 近到市區 其實是有一段距離的 對 對 然後那露營的營地 又會在比較山上 對 對 那他就是要走下山 要到市區 其實你看就知道不可能 那是半夜幾點 大概吵架已經就吵到兩三點 那不可能 凌晨兩三點 對 不可能 都可以看日出了走下去 對啊 所以所以女生要做這個事的時候 真的要看一下時間跟地鐵 對 真的 做不到就不要亂講 不然真的就回去就回不來了 日月潭成勇 那如果老婆真的鼓起勇氣 這樣走下山 你會去追她嗎 我應該會啦 我沒有那麼白目啦 對啊 一定要去追 但是我們其實 但你當時坐在外面 是真的想要就是說 還是捨不得她 還是說你也很氣 其實你也想離開 其實心裡有點生氣 因為她用這種很爛的 就是其實 其實就是一哭二鬧三上吊 這種方式嘛 那其實你多少也會情緒 被被激怒 對 而且你心裡其實就了解說 你根本就走不了 那當時如果你講說 你不要去講說 你不是要走嗎 你就說好了 好啦 不要生氣嘛 我們對不對 出來度假 這樣話你講不出來 對 因為在乎花了一萬八 對啊 生氣的點在這邊 你寫一張符給她啦 休息一下 前一 剛剛玉琪講這個事情 就是說每一次如果說 都是男生低頭 跟她說抱歉 這個留下來 沒有那個惡意 這樣 可是久了以後 會不會把女生的 這個胃口也養大 其實那個 因為有一種女生 因為我們都遇過 她就是會用這種 一哭二鬧 身上吊的方式 然後每一次 都喜歡跟你提 比如說男女朋友交往 就說不然我們就分手啊 她就知道你分不了 然後她就一直提 可是呢 這種東西有一天 像小鬼一樣 會反噬你的 對 就是到最後 真的要分手的時候 其實那個女的 是完全沒有下台 接給下去 而且那個男的 會慢慢壯大 因為蜜月期過了之後呢 男生就會越來越堅強 越來越清醒 就是那個聖人模式 就會開啟 然後最後分手的話 我覺得女生就 千萬不要輕易的 用大絕招啦 就那個要留待 最後殺手 就你作戰用 不然你隨便用 就打完了 就沒子彈 狼來了 不可以常常講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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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剛剛有講 他們講說 這個八九點就開始吵 吵到凌晨兩三天 對 女生都要吵個四五小時 對 其實有時候吵架時間 還蠻長 但是這個時候吵 我們體驗就是說 看你有沒有想要趕快把這個事情結束 還是說你要延長 那剛開始人家可能會不知道 我舉一個案例 就是我以前 我以前就交往的這種女朋友 剛開始我們技術還沒那麼純熟 通常來大家回想一下 好假日的這個早上 然後就起來 就去找那個女朋友說 早上吃什麼 要吃什麼 女朋友說隨便 我說那我們去吃蛋餅 你回答太快 你有問我嗎 你有問我嗎 我說你不是說隨便 我說那要吃什麼 隨便啦 就看你要吃什麼 那我們就吃那個漢堡 不要那個太油了 吃那個麵 早上有人在吃麵嗎 吃那個豆漿 我不喜歡那個會胖 然後他其實你不能回答的太快 他要的是那個等待的時間 跟尊重他的那種心意要出來 你沒有出來 以前我們不懂 回答得很快 然後一拖 然後就莫名其妙就開始生氣 然後就開始閒東閒西的 然後你就那時候騎車嘛 你不要騎那麼快 我騎才騎餓死而已 你騎那麼快幹嘛 你生氣有沒有亂騎車 然後反正就是開始找茶 對 然後到中午要去吃東西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他講 他吃什麼 我早餐沒有吃 我現在吃不下 早餐還不吃 那我們回去 你要餓死我嗎 然後你就很痛苦 好像遇到那個人家那個收債 來找茶的你知道嗎 就是搞半天 然後他說好 那不然我們先回去 我看弄點什麼東西吃給你 然後他就開始隨便拆包餅乾 就開始嗑 嗑一嗑 反正你就問一問 他說我們下午要不要去看個 看個電影 不要啦 我不要不要去看 我們要出去走一走 外面很冷 然後然後你說 他說那不然我們去哪裡室內 也不行 然後你這樣搞搞搞搞搞搞一整天 就差不多那一天就結束了 到最後你差不多哄他哄完 哄到晚餐的時候才哄完 因為他自己肚子也餓了 那不然我們去吃個 你想吃什麼一個大餐 才把它哄好 那天已經晚上了 對 就那天你就整天就泡湯 對啊 那以往呢在交往的時候 就常常會重複遇到這種事情 所以其實你有一招 你就你就譬如說 新西亞對 他說去接新西亞說 我今天要帶你去吃什麼 你猜一下 我已經準備好 你最想要吃了 看你猜不猜得到 我知道那家美式早餐 哎呀 你怎麼跟我想的一樣 對啦 就是那一家啦 對 對 對 就是那一家 沒有錯 怎麼會吃到 哎呀 心有靈犀一點 他內心講的就是他想吃 對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他吃什麼 就是類似用這種招數 然後就是他 因為女生需要一個儀式感 我們的男生其實很多是沒有 因為男生就是逛百貨公司 就是他進去 然後他出來就一條線而已 可是女生要迂迴的儀式感 那個是女生的一種 一種生活方式 你要尊重他的儀式感 他覺得到位了 他自然會講出來 他要吃什麼 他吃什麼其實都OK 重點不是要吃什麼 重點是你有沒有到達 他的心意想要表現的東西 男人去逛街 是缺什麼才買什麼 對 女人是買什麼缺什麼 真的 真的 你要了解這個道理 你又缺了 我又缺耳環了 好 這個談到測試男人 潛意這邊有一個誇張的案例 對 對 這是一個新聞 就是在在這個 這個有一個女生 然後他跟他男朋友在一起 那他測試說這個男生到底愛不愛他 到底怎麼樣 平常也是甜言蜜語的 結果他就心聲一忌 想出了一個終結的方式 他讓自己被綁架 他就是請朋友 然後就是假裝是那個綁匪 然後就是把他到山上之後 就把他綁在一個樹上面 然後就打電話給他說 你的女朋友現在在我手上 你馬上過來 怎麼樣我們要多少賦金 怎麼樣 反正他就大概講了一下 然後這個男朋友就接到電話 接到電話他就思考許久 因為要擔心贖金的問題 自己安安危的問題 然後結果到最後他還是 不然我就 因為他有跟他講說 你不能報警 你自己來 不然我們就撕票 結果男生就報了警 他就報了警 然後警察那時候還兵分兩路 那因為這個女的 因為已經打電話 男朋友說好 我會到 所以那個綁匪就先走了 就留他女朋友一個人在那邊 結果他女朋友 就真的遇到綁匪 就遇到這個有幾個經過 就真的就是要綁他 後來好險這個男生他有報警 那警察也到了現場 就順便把那個綁匪給趕走了 對 可是因為他們分兩路 在調查說這個綁匪 到底怎麼綁 就搞到最後 覺得我是自導自演 他是真的遇到綁匪 那他的測試測試什麼 他就是要測試 那個男生會不會不報警 就是那個自己一個人去救他 拿著屬性或什麼 結果他的測試 就測到兩個人都在警察局裡面 所以這個測試也是 我先補充一下 我覺得我們當然都是公開上作為媒體責任 就鼓勵大家要報警 講要公權力要介入 事實上很多人都沒有報警 不敢 因為那個牽涉到你家人的安全 有些人私底下就去解決了 如果我本身自己是有能力的話 假設他的贖金是我負擔得起 而且這個女孩子是真的 我真心相愛的對象 不是婉婉的對象 譬如說錢總是要 婉婉的 你就不救了 那你殺我屁事 錢要花在刀口上 比如說我的存款只有一百萬 他跟我要求一百五十萬 我整個家人都拿出來了 我一定 對不對 你跟錢一借啊 我會回答說那我燒給他 我老實說另外一半會用這種 生命測試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嚴重 而且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其實假設用生命就歧視 有些人也會測試朋友之間的情感 我外面欠錢 你可以借我多少 講到錢 講到生命 去測試另外一半 或是測試朋友 我認為他都是玩火自焚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事 黃醫師測試過嗎 測試過男生的愛你的程度嗎 幾乎沒有 印象中 可是我覺得女生是被這個社會洗腦 要測試 就是說你看剛剛講的是那個網路 教你要怎麼測試 什麼五十九秒 前面別人講話 現在這樣不是就是詐騙集團 馬上會掛掉嗎 可是網路上還這樣教人家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女生 你只要去看那個女性週刊 那個週刊裡面 常常後面附的就是戀愛運 一個什麼星座 什麼八字 什麼幾月幾號出生 什麼金木水貨土 然後就說叫你要去看戀愛運 那你為什麼要去看你的戀愛運 就是代表說 我們女生對這個男生的感情 是覺得很飄忽不定的 沒有安全感的 所以甚至有那個最最古老 什麼摺一朵玫瑰花瓣 馬拉一片一片這樣 愛不愛這樣子 愛不愛愛不愛 就是我們女生從小到大都是 就是這種沒營養的滋潤 沒有真正的專家告訴你 沒有沒有營養的滋潤 久了就一直做重複的事情 你朋友教你這樣做做看 因為你會問你朋友 你朋友就說 不然你去弄個玫瑰花弄弄看 那所以我覺得 聽起來你不是個浪漫的人 聽起來是我想要浪漫 可是我又對這些浪漫嗤之以鼻 所以我是一個矛盾的 我是女生就是很可笑的 我想要浪漫 可是我又對他 但你五十九秒會聽完嗎 如果是你男朋友測試你 老實講 也是要看是不是熱戀期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即便是熱戀期 或者是不是熱戀期 最後我聽完之後 我都有一個我被愚弄的感覺 那我覺得我是那種 我被愚弄之後 我會很生氣的人 我不堪人家愚弄 說實在 愚弄你會很生氣 愚弄我會生氣 被愚弄誰不生氣 因為表示說 你沒當我是個咖 所以你來愚弄我 我是你的娛樂工具 我覺得交往感情 戀愛的對象 我不應該是人家的娛樂工具吧 等一下來問一下 你的男朋友被綁架到山上 其實是要測試你的愛 你會怎樣 來休息一下 來休息一下 新小的男朋友被綁到山上去了 其實如果 我們不要說男朋友 以我老公好了 因為跟我老公情深意重 是不是 就覺得說 真的會 那個當下我真的會就是盡我所能的 想要去解決這件事情 這也讓我想到以前我們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說剛開始他來臺灣的時候 然後他就是也在上班 上班就交了一些朋友 那好像有一天就是他朋友也是 也是給他塞郎 就是說我們來跟你老婆開個玩笑 這樣子 對 就是說來來來就開玩笑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狀況就是說 他們兩個就是朋友到我們家 然後就喝酒 喝一喝呢 然後我老公就說 好 那我就是要送我的朋友去搭計程車 他們就下樓了 等了三十分鐘以後 就是都沒有人回來 沒有人回來 當然我就想說奇怪了 怎麼會這樣 出了什麼事 對 出了什麼事情呢 我就打電話 打我老公電話給他 就是他朋友接的 然後朋友就跟我講說 I think that你老公出車禍了 出車禍 我跟你講 在那時候你真的就是覺得說 天啊 怎麼會這樣 我說那你們現在在哪裡 他說不知道 因為你知道外國人就很在那邊 裝瘋賣啥 他說不知道在哪裡 哪家院不知道 就是就是請就是 嚴重嗎 對 我說嚴不嚴重 他說就是有見邪啊 什麼東西的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真的就會覺得說 我很急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他朋友就開始哈哈哈哈 他就說 騙你的啦 我們想說看你有多愛你老公 這什麼朋友啦 對 這什麼朋友 我跟你講 我後來真的很生氣 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其實你就跟他斷絕來往 因為我覺得這個朋友是不能交的 對 因為我會覺得說 然後他就是好像他的意義就是說 要看你急的程度 才知道你有多愛他 結果我就說對 你怎麼會去配合演出 你朋友這個爛的想法 你怎麼會配合 他說我 因為我就想說 我朋友就說來測試一下 你看你來台灣 這老婆能不能夠照顧他 還怎麼樣 所以可是我覺得這個玩笑 真的不能開 是 好 那這個玉琦 他做這個專業 其實是有女生來跟你問事 然後他說他做Uber 發生什麼事情 我要講這個故事就是 是因為我們就是在開設診所 不是 我們是開設道坦的這個 道坦跟診所你怎麼會講錯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大部分的人來這邊 他也是希望聽 我們聽他們心理的話 OK 對 然後就給他一點就是疏通 或幫他找那個心理答案 對 所以是一樣 那我就預告一個女生就是他突然 有一天早上他就來找我 所以以後的道坦都可以叫診所了 對 那我改開道坦 演科道坦 醫師你會畫符嗎 你看他好賺 真的 因為你再把我規範 是 那就那個女生就進來 然後他就說他想要問 感情的事情 是 那感情的事情 他就跟我大概描述了一些 前因後果 他就說就是前一陣子 他就剛失戀 那失戀之後他就有一天 就從公司坐車 要回去住家的時候 他就就是用那個Uber叫車 然後他就遇到一個 他覺得滿帥的司機 然後他就坐他的車之後 在他這個車上 在二十分鐘的路程 然後就可能就 他喜歡上這個人 就莫名 誰喜歡上誰 就是我這個客人 這太神奇 他是看個背影 對 是背影 他應該是他看到他 對 他有後時間 對 OK 然後看到他的正面 然後他就 可能在這個二十分鐘 他就跟他聊天什麼的 然後就慢慢他覺得 他喜歡上這個人 對 對 那後來 好 他跟我講 他當天就跟這個男生 發生關係了 對 就Uber嘛 要回他家 結果後來就變 Uber的家這樣子 對 對 那考訓內部 對 那這樣怎麼算錢 是 對啊 我就 這個好難分喔 還要計費耶 這個就在AA會分手 對 那後來呢 他們就 也持續了這個 上床的關係 就大概兩三次 兩次之後 突然有一天 這個男生就不見了 就是跟他就必不見面 對 對 然後那女生就覺得說 奇怪為什麼 他就突然都不跟我見面 從此消失 從此消失 那在他的心裡 他覺得說 我跟他 好像是有在一起的感覺 我們聊得不錯 那也彼此都有親密的關係 那好幾次了 為什麼 後來他突然不見 是 對 他希望尋求幫助 那你怎麼回答他 那其實 其實我一聽就知道 好像請他打去Uber 客訴 我應該是這樣做的 對 那其實我們一聽到就說 那你就是被人家睡了 就是其實人家 只是界定於 他想要跟你是爺爺請 對 就是當下一個性衝動 對不對 那可是在女生的 感情投射裡面 他覺得我跟他有什麼 就好像是在一起的 對 那他就一直放不下 那其實這時候 你好像跟他這樣講說 你只是被睡了 他不能被 他不能接受 當然 對 對 那你還要咕弄懸訊 你就說那我幫你補一掛吧 我就把我的龜殼拿出來 就有時候也可以這樣 這樣也行 也可以就對了 當然 我覺得人有時候 儀式感 他需要心靈之類 儀式感 在感情上面 他受到的挫折 其實他可能製造答案 但是他不願意面對 對 那他就必須 直接有這個龜殼 來告訴他 對 那當然我們來遇到 來問事情的人 我們一定要會 就是據時幫他做這件事情 就排過 那就告訴他說 哇 那你跟這個人 他可能就是 露水相逢 就是你們可能是沒有 沒有情感的 對 那希望你可以放下這樣 有這樣的女生 坐個車就愛上司機 其實很多耶 很多 他車開得很好是嗎 因為我 對 他有說他車開得不錯 他說特斯拉的 對 對 但這有時候女生就是 各感情上會有一些 很特別的一廂情願 但我可以一點小建議 就是說男生還是要保護自己 因為男生 如果說有有女生跟你頭外送報 一定要跟他講清楚 我們有沒有感情的發展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一個人出一行 大家開心就好 那個就不能被女生 就是說你是欺騙我感情 現在沒有什麼男生睡的 女生一定是女生吃虧的 一人醋一樣 大家都開開心心的 施明德主席說的 對 但是 不負責 不主動 不負責 不拒絕 對 但是一開始要講清楚 一開始要講清楚 大家只是瓶水相逢 竊搓舞藝 講清楚這樣就好了 那後來就變成說 你就開導他 就跟他 因為當下感覺他被人家睡了 其實也滿可憐的 然後就跟他聊一些 工作上事 種種的 對 然後後來就感覺 他看我臉神就不一樣了 好啊 對 怎麼說 就後來他就跟我聊很多之後 我感覺他的眼神一直看著我 就是 是從疑問的眼神 變成確定的眼神 那後來我覺得這個也很怪怪的 對 我就說好 那今天已經完了 不然就 先到樓上休息 沒有 沒有 各自解散吧 他說老師那你可以陪我 去捷運站嗎 我想說捷運站在旁邊而已嘛 就陪他去 對 然後 你陪他去捷運站 他沒有幫我自己去嗎 我覺得他可能就感情受挫吧 還是怎樣 還上一個 我們自己去捷運站 是因為我們沒有感情受挫 我們是真強的女性 是 那我們就陪他 就是陪他走 因為捷運站在我家旁邊而已 大概兩三分鐘 然後就過去到捷運站 然後他就 他就 他就我啊 他就說那不然我們要不要試試看 真的還假的 對 試什麼 對 試車 切磋無意 切磋無意 所以你看男生要保護自己 對 真的要保護自己 所以你就跟他講 不主動 不拒絕 不互投 對 沒有 我當然就是 他就是 也有衝動 可是我忍住了 沒有啦 這是真男人 說實話 我們講實話 他長得怎麼樣 其實是長得滿漂亮的 你看 對 他是滿漂亮的 他是在做那種 就是飯局的公關 那很OK啊 對 沒有 我說他 他可以考慮 那既然這樣 他以後還會再來找你 後來他就一直糾纏我 他就每天都到我工作的地方 到我的診所 沒有 到我的道坦 就一直在那邊坐著等我 然後後來 那一個月 我都不敢再進去裡面 我都叫我徒弟在那邊 了解 儘管我以前問一下黃醫師 你還需要回去你的道坦嗎 希望有道坦回去 目前休息一下 好那麼我們這一集的這個妻子是一位女性 那這位這個女同事就問說當女生說你說 你老實說我不會生氣 他說這句話能相信嗎 黃醫這句話能信嗎 我覺得十之八九是不能信 對 為什麼 因為我認為要看他講話這齣話的這個口氣跟當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當下我確實有錯 然後他問了這句話的時候 他說他是要來解決問題的 還是說是來找麻煩的 對 這個有落差 OK 那欣喜亞這邊有案例 女朋友說要談 理性談分手 對 因為其實我這個男性朋友 他就告訴我說 他這個女朋友也算是前女友 就是你知道男女之間有時候 吵架分手分分合合 有時候想分手 然後接下來就被他爐回來 他就跟我講說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也是要使出大絕招 我舅就是寫一封情深意中的信 然後他就說 我就要打算就是投遞在他家的這個信箱裡面 而且這男生他跟我講說 而且我要搬家了 他要來擄我 他都擄不到我了 因為我就已經人去樓空了這樣子 我說OK 好 可是你知道老天有的時候 就是會比較不會就是幫你就是製造好的機會 他說真的很不巧 你知道嗎 那天他就算是說他女朋友不在家 就把他的情深意中的信 就這樣就投遞在他的這個信箱裡面 然後就要走 走了以後在巷口 碰到他女朋友買東西回來 那女朋友就說 你怎麼在這邊 他說沒有 這男生立刻就是 那個表情就跟他講說 沒有啦 我幫你 就是親自送一封信給你 那這個女生從這個男生 凝狀的表情當中 他就知道因為分分合很多次了 他就覺得你肯定這次要放大絕了 於是女生也是故作慷慨跟瀟灑是說 不然既然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想好聚也好散 我們就是當面把話說清楚 既然你寫了一封信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這封信吧 男生傻傻的就想說 女生好像釋出很大的誠意 他想說我們就是不要製造敵對 就說好吧 那我就跟著他就這樣上了樓 取了這封信就上了樓 上樓以後呢 好 大家就在這個沙發上坐下來 女生就把信就打開 然後就算一算 午夜 他還說 好啦 很有誠意 好 然後就開始唸 親愛的誰誰 她說 講到說我要搬家了 這個時候女生就怕公 你要搬家了 你知道不要 你要搬去哪裡 你都不跟我講 你到現在才說你要搬家 你什麼意思啊你 要分手需要分得這麼的 臭臭底底嗎這樣子 那男生就這樣想說 好 就鎮定 就想說好 就繼續 開始就是聽他在那邊講 我跟你講這個女生就開始唸那個信 那個信只要一唸到是說 因為有的時候我覺得你比較情緒化 我有情緒化嗎 你就我有情緒化嗎 然後男生就會說 就像現在 他就說怎樣 你現在現在 淋壓淚嘴會頂嘴是不是 他說你們現在要分手 男人都是這樣 天下男朋友就開始亂罵 天下沒有男人是好的啦 平平就是相處的時候 有給你睡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問題 現在要說分手就說我情緒化 然後就說 然後就開始就是講什麼罵什麼 講什麼罵什麼 然後結果後來呢 結果那個女生就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你滾 就死渣男 然後有男生就是說 在一個女生面前 就是把他的這個缺點 阻落給他聽 他說我跟你講 我要跟你分手 我永遠都不要看到你 然後那男生就跟我講說 就是我要跟你分手啊 然後現在就是女生 搞得就一定要講說 就是我要跟你分手 今天不是你甩我 是我甩你 你跟我搞清楚 以後你跟別人講 就是我把你甩掉 請你記得 他到底信裡面看完 他就開始邊看邊罵 邊看邊罵 然後意思就是說 男生就會跟我覺得說 女生有時候就是覺得 很好笑也很奇怪 就是說我們也是盡量去避免 我們不要有爭執的畫面 因為很難看 那想說信裡面 可以把東西把它交代清楚 女生也說 我們就好聚好散 那我們就一起來讀這封信 結果還是 是是 其實應該很難啦 我覺得有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可以提供給各位 就是說那個信 不是可以讓你分手 只是緩兵之計 你要的是時間 我曾經有做過一封信 因為我以前懶得寫那麼多字 然後我就心生一記 想到說 我就一樣拿了五張的信紙 很多對不對 沒有誠意對不對 但我要寫的時候 其實我寫不太下去 因為我打算趕快出去玩 那個時候我就 你要分手的話出去玩 沒有 因為我們比較歡樂啦 反正就是要分手嘛 因為男女就個性差很多嘛 我就寫了一下 然後我就滴了一些 後來我心生一滴了一些水上去 然後把他包一包 然後最後他打開看完 我後面寫說 我想要寫信給你 但是 哭 我後面就寫 那是我的眼淚 寫完了 我那天就很快就出去玩了 然後就寄給他 女生就很感動 然後過了一陣子說 我們真的是在 真的是沒有辦法 後來緩緩再把他分手分開 對 其實那樣子大家都好啊 對不對 你收到那個信 你也會留起來 你會覺得說 兩邊都好 對 大家都好 你生命當中有一封非常 非常值得愛的紀念 感覺有淚水的那種 信 都陰開了 應該要出書才對 你昨天出書 出那個倒彈記嘛 對啊 倒彈診所都給你出來 對 其實那個很有用 就是女生有下台 其實大家都開開心 女生也感動 然後你也順利分手 對 因為他也可以找下一段愛情 然後不需要真的料累 對不對 幾滴水就好了 花不了多少時間 那麼有水把它陰開 然後弄一點藍藍色的 OK 搞定 搞定 關鍾 謝謝 謝謝 這些去哪學 沒有 就你遇到情境 自己會想辦法 身邊會找親戚 對 真的學驗都很累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好 那玉琦呢 這裡有一個未開封驗孕棒的故事 對 就是我老婆剛租進我家的時候 因為我家 我的個性 我沒有很積極在處理前女友 留下來的東西 就其實我最近在整理我家的房間 我大概有留了四五任的女朋友的衣服 還有各式各樣東西 這太過分了 太誠了啦 沒有 沒有 就是可能他們以前來 然後住在這邊 那可能就留在這邊 然後他們又走了 又換下一個人來 然後就一直留 然後我自己在那邊整理的時候 對不起 那個前四五任女朋友的衣服 是 那個衣服到多親密的程度 都有 也有外衣 也有很親密的 對 就是 好扯拿來聞嗎 是 太扯了 你們前女的衣服 我在老婆 我都打死她 沒有 他們來過夜 就是會留下這些東西 那你老婆來應該把他丟掉啊